第1481章 彭莱山的由来 你们想听 有何不可 几位道友既然仅是离合 但就人家来说已是顶尖的修仙者 过于上古时期的界面大战可曾听说过呀 古墨缓缓地开口 声音中竟带着一丝沧桑之色 倒要是说在上古之时 阿修罗王带领阴魂鬼物杀上灵界的事情吗 王庭楼的声音传入耳朵 我了解得并不清楚 只是在上古典籍中看到了直言片语的记载 那阿修罗王野心包天 可惜最后还是被灵界的大能修士打败 望庭楼话音未落 古墨就疯狂地笑起来 声音中充满了不屑之色 灵界的大能修仙者 能够打败阿修罗王 笑话 不对吗 自然不对 你们听见的版本是经过古修士篡改的 最后古墨长话地说 将上古隐秘一点一点地道出 虽然立场不同 但从坏语里可以听出 对于阿修罗王 但还是心存敬意的 林轩不动声色 这些事情他早就清楚 却装成第一次听说 虽然众人动容惊呼 其演技也是一等一的 在场的都是老狐狸 却没有任何人看出不妥 照道友所说 阿修罗王的实力不必真心逊色 甚至还要胜上一筹 北极云光殿中 以一敌三 虽身死陨落 但那三名仙界的使者 也是一死两伤的结局 这与我们寻找的宝物 又有什么关系呢 听完对方的话语 汪廷楼的脸上满是诧异 即便是他 一时之间也难以消化 这样的隐秘 但却并没有纠缠下去 眼前的宝物才是最重要的 莫非道友所说的仙家之物 就是阿修罗王 或者那三名仙人留下的 不错 古摩点点头 道友聪明 一点就透 阿修罗王虽然死了 但那两名受伤的尊仙 却恨其入骨 俗话说爱无几乌 这仇恨也是一样的 于是两人就迁怒上了阴死鬼物 而阿修罗王陨落以后 因此大军群龙无首 基于武王的实力远远不及 最多与灵界的三大散仙 与幽王类似 哪里是真仙的对手啊 按理说因此皆将迎来大祸 甚至毁于仙人的怒火 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可这时 一个意外的变数 却将与他们救了 什么 此时此刻 灵心脸上也不由地露出了 关注之色 魔族所说的一切 他已经听小桃讲过 但并不是完整的 心中也有一直的疑惑 按理说 阿修罗王死后 因此大军是没有那么容易脱身的 灵界的反攻不用说 或许可以抵挡得住 但那些仙人的怒火 一丝两伤 那两个活下来的仙人 绝不会罢首 在修仙界可没有 持强凌弱一说呀 如果换成自己是仙人 肯定将因此界杀得 尸横被野 可因此大军 却几乎完整地退了回去 只有阿修罗王在人界的行宫被学习 但也不是仙人干的 而是灵界修士的手笔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数 万交王也被引起了好奇心来 唉 这却也有与我们圣族扯上关系了 古魔叹了口气 魔剑 莫非你们是想要与人得利 望顶劳听了 脸色不由地阴沉下去 哼 自然不是 灵界与阴思界交物 我们如果要介入早就介入了 现在连仙人都已经插了一脚进来 再动手 岂不是与偷鸡不成十八米 原本 我们是打算坐山跟虎斗 谁赢谁败 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可偏偏这个时候 我们圣族的大统领出关了 圣族大统领 雷轩一饿 这个名称倒是第一次听说 不错 大魔族乃是九位真魔十足之一 当然也是最强的一刻 虽然不及阿修罗王精彩绝艳 但实力也远远超过了散心 闭关出来以后 更是增进了不少 据说与真仙相比 相差 也仅剩下了一线 那又如何 雷轩有点疑惑地开口 古魔却叹了口气 你们哪里晓得呀 阿修罗王不仅实力令人惊慕 论姿色更是三界低美女 能够与其媲美的 只有九位天虎 大统领虽是圣族 却一直对阿修罗王非常的倾慕 周官以后却得到他惨死的消息 自是又惊又怒 他倒是无意挑起两界之争的 而是单人匹马 找上了两个真仙 结果不用说 古魔大统领实力与仙人相差仿佛 最是以一敌二 可两名真仙早就中伤了 于是最后的结果 居然是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三人同归于尽 原来如此呀 雷神表面波动声色 心中却终于了然 这样说才说得通啊 原来最后的结果 是那两名真仙也同样死的 你们可知道这蓬莱山是从哪来的 为何灵气浓密到如此程度啊 众人皆一起摇头 实力暂且不说 论见识广播 众人便是绑在一起 也比不过这模组的 作为蓬莱 其实原本是灵界的一块 两名真仙还没有来得及 下界去找殷斯大军的麻烦 就在灵界的一脚 被大统领堵住 三人的那场大战 同样是远超我等想象的 最后三人虽同归于尽 但他们所发生冲突的地点 却被战斗的余波硬生生的 从灵界撕开 离开了那个界面 但也没有到达人界 这就是蓬莱山 原来如此呀 怪不得蓬莱山的灵气如此浓密 山谷点击曾说 可与灵界相比 以前还以为有夸大之处 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有根据的 田小静顶顶头 蕾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那朝道友所说 这蓬莱山上 遗留的有真心 与魔祖大统领的宝物 不 只有一名真心的东西 还遗留现在这里 剩下的 准备灵界古修士 与我圣族的前辈去去 古魔缓缓地说 哦 既然其他的都取走了 为何还会留下一人之物 雷神有点不解地说 这我也不清楚 界面大战之时 虽然本魔尊已经出生 但仅仅是小族 如今也远不够资格 位列真魔十足 所以发生过什么 并不晓得 他们一边说一边走 此时也终于来到了山顶 然而看到眼前之物 众人却是惊呆了 第1482章 废墟古城 一座气齿辉红的雄城 映入眼帘 不可能 此地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其余之人暂且不提 便是古魔 此刻脸上也露出了 不能置信之色 喃喃惊呼 倒又不是说 昔日魔祖大统领在这里 与两位真心同归于尽 腾来山 就是被他们用大神童 从灵界撕裂下来 即使如此 这里应该满目创意 就算无尽的岁月过去 已经抹平了昔日的痕迹 这里也绝不该有一座城池的呀 万教王目光朔朔 似乎想从古魔的脸上 看出什么 不错 如果这城市后来者修的 那证明有人来过 既如此 他们为何不将真心的医保取走 雷旋的目光也带着怀疑 此话说 非我族类 欺心碧 古魔刚才所说的隐秘 虽然不似作假 但肯定也是隐瞒了一些东西的 本尊居然不晓得 古魔的脸上闪过了一丝 猙獰之色 信不信就随之味道有了 你 万教王不认大怒 好了 现在证这些 还有何意义 我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寻找宝物 东西是否还在此处 进去看一看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停楼 悠然的声音传入耳朵 万教王似乎还不服气 但不知想到了什么 竟硬是强忍下了怒气 而林轩已抬起头来 打亮眼前的剑筑 此城面积广阔无比 全部用万斤重的巨石堆切 显得是厚重已极 建筑风格也与现在迥异 整个城透出了一股门荒太古的气息 而在他们前方不远处 就是一扇古色古香的大门 在那大门表面 楼刻着许多精巧的花纹 显然是什么复杂的法阵 可如今 大门却向两边开启 且明显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表面裂纹遍布 许多地方都坑坑洼洼的 着明尽致已被破除 那些阴死界的妖鬼已进入城中了 众人对视一眼 表情皆有些难看 莫非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巨响 地动山摇 就是那些阴死鬼物 强行将此禁止破除 把这扇大门轰塌造成的 听小剑沉吟着开口了 道友言之有理 那按时间推测 妖鬼们进入城中 至少也有一个时辰之久了 古魔的容貌本就是丑陋一击 说这话的时候 更显得害人无比 浑身上下 皆透着无尽的寒息 不错 我们如果再耽搁 保物可就真落入他们手里了 这番分析一出 几名离合器修仙者 脸色皆阴埋下去了 急不可耐 身形一闪 纷纷进入了城里 入墨的是一片废墟 里面的建筑 莫不高大一击 这可惜 大多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 但即便如此 还是散发出了一股令人震撼的气势 大家小心 此生虽然不知道雷厉如何 但本尊已嗅到 在里面残存着不少禁止 虽然似乎只是一些个残者而已 但对我们这样的离合器存在 依旧能够造成不小的威胁啊 古魔的声音传入耳朵 不知为何 这家伙竟然好心地提醒起众人来 林轩心中一领 但也有人并不领情 各家未必危言耸听 本王能够练倒离合 也是活了数万年的人物 上古典集看过薄计其数 对于战法 虽不敢撑大家 但耳鱼默然下 也懂得许多 却从没有听说过 残破的禁止还有效果 万娇王冷笑的声音传入耳朵 不知为何 这家伙总与古魔不对路 一有机会 就冷嘲热讽 似乎他与魔族之间 有着很深的仇怨 哼 愚蠢的家伙 你懂什么呀 人家的经验 也能适用于上界吗 古魔心中大怒 若不是重宝在前 肯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这老妖物撕了 取取离合 也敢这样同自己说话 他说的是真的 望庭楼的声音传入耳朵 灵界认法却是与我们下界位的不同 在人界 一个阵法被破坏就破坏了 只要攻破 禁止就不会发生任何的效果 但是灵界的阵法 即使被破熟 那些残存下来的破损禁止 依旧可以发挥出不小的神通 古魔脸上露出了意外之色 道友果然见识广播 连我们尚未见面的情况都晓得呀 道友谬赞了 在下不够是喜欢看书 汪廷楼云淡风轻地开口 他自然不会说实话 其实对于阵法 廷楼从来没有涉猎过 更别说小的灵界的情况了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在心中请教了耐龙真人 包括人界第一高手的微信 非同小可 连骄傲不逊的老蛟龙 都将嘴巴闭上来 最后 脸上又露出了一丝猙獰之色 将头转向那几名援英奇修仙者 你们几个往后说干什么 都给我走前面探路 可 无名援英奇修仙对视一眼 脸色无不大病呐 对方这是要他们在前面当炮灰来着 前辈 我等几个修为太低了 那乞丐模样的援英奇修仙 孽如着说 心中早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贪婪果然会付出代价 作为援英后期的大修仙者 他原本走到哪里都是令人敬畏的人物 可一念之差 来到这修罗之门里 如今却被离合期老怪物给带住了 当作炮灰 少在这里啰嗦 再说半个不 本王将你抽魂裂破 半教王恶狠狠地说 反正修仙界也不讲人意道德 对几名低阶的修仙者 更不用虚与伪 其一支人也都是视若无睹 雷玄脸章更是丝毫表情也无 既然想要得到宝物 那就要有陨落的觉悟 这种时候 低阶修仙者 肯定是要被当作探路的炮灰使用的呀 前辈息怒 晚辈走前都就是了 行事比人强 如果现在拒绝 将死的是无比的残酷 对修仙者来说 谁都知道抽魂裂破的痛苦 探路虽然也有危险 但总好过现在陨落吧 几名元英七修仙者 虽然百般不情愿 但还是知道该如何选择呀 臭眉苦脸的走在前头里 就在这时 又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传入耳朵 最后轰隆隆的爆裂声不断传来 仿佛有人在剧烈斗法一般 第1483章 天仙阁 虽然在此处 众人的神识 皆被削弱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但那爆炸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 林轩依旧听得清清楚楚 似乎是城中心传来的 难道那些阴魂鬼物 已经找到了宝物所在了 正在全力将禁止破除 嗯 很有可能 那还等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在此处 若是宝物最后还被一群厉鬼所得 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修为能道离合 哪一个不是老金巨华的人物 然而 仙人仪宝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眼看得到了线索 一个个激动得满脸痛红 便是林轩 也不能免俗 甚至还要狂热 无他 轮起对仙家宝物的了解程度 恐怕便是那位来自上界的魔祖 比他也要烧熏一筹的 修罗神血的功效 林轩可知亲眼目睹 有了此物的帮助 月儿不仅突破天地法则的束缚 成为了元英七修仙者 而且还好处远不止于此呢 小丫头一路晋级 在结阴的同时 就迈入了元英后期 这样的事情在修仙界 简直是惊世骇俗 或者说根本没有发生过 然而修罗神血 就有这样的神奇效果 可仔细想想 那不过是 阿修罗王手指上的一滴血 而他们现在所站之处 却是有两位真仙埋骨 那位魔祖大统领的实力 也相差仿佛 这里会有什么 可是令人期待到了极处 仙人身上 随便一个不欺而知物 价值恐怕都不会比 无定河中的修罗神血 逊色 俗话说 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这么大的诱惑摆在眼前 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定力再好也是枉然的 灵神脑海中念头闪过 人们对于山顶的宝物 他抱着的是 取得到果然好 取不到 也没有什么好失望的心理 毕竟飞升灵界才是第一目的 但此时此刻 想法也改变了 可有很大的困难 且不说 面前的阴魂鬼物 就是周围的这几名 离合期修仙者 对上任何一个 凌旋也没有赢的把握 究竟该怎么办呢 算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先看看情况再说 凌旋吸了口气 将心中的贪念压了下去 宝物固然要取 但为此拼命 他是绝不会做的 千金之子不作垂堂 否则一代陨落 再好的宝物 又有什么用途呢 几名离合期老怪物 皆忙着取宝 自然没有时间耽搁 也不用人探路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那五名元英七修仙者 脸上闪过了几分挣扎之色 居然又随后隔了上来 毕竟不是人人都有 林神那样的觉悟 仙人医保的诱惑 已经压过他们 对死亡的恐惧了 林神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嘴角边不由地露出了一丝 讥讽之色 此刻 那几名元英七修仙者 本是有机会逃走的 他们居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好了伤疤忘了痛 就算被人抽魂脸破 也是咎由自取的 一路上 没有遇见什么阻隔 然而阴魂鬼屋的尸体 倒是看见了多具 死相惨不忍睹 无一例外 都是陨落在那些个 残破的禁制之中的 众人心中凛然 这才知道 古墨与亭楼所言没错 宜董虽然依旧是迅速 但心中 却加了几分的警惕之心 约一诊茶的功夫以后 他们终于 来到了这座古城的中心了 阴风肆虐 煞气冲天 爆裂声 越发的震耳欲聋起来 在那古城的中心 居然是一座 宏伟的建筑 看上去也很残破 但相对来说 要好得多 雷神看得清清楚楚 在那建筑的上方 挂着一块厚重的牌柄 上面龙飞凤舞地 写着三个大字 天仙阁 雷神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却不由地 凛然起来 与御间筒中的描述相同 所谓的仙人医保 会不会就是在这大殿中呢 那些所谓的阴魂鬼物 果然比他们新来了一步 可惜是徒劳的 被天仙阁外面的一层 禁止挡住 而那些阴魂鬼物之中 最惹眼的有两个 一是身穿青袍的老者 另外一个 则是着帝王服侍的铁州王了 两人皆是立合后期 与万交王 还有望顶楼同级 至于其他的鬼物 虽然怪模怪样的 但不过是原因而已 丝毫不足为惧 你们终于还是来了 铁州王的脸色难看一击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来到此处 没想到最后 却是这样的结果 明明把乌旧在眼前 却偏偏被最后一层禁止困住 可恶 明明仅差一点点的 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过 鬼物们的表情越发难看了 三名离合期修仙者 一名妖族 还有一个居然是古魔 至于那五名 缘因其修仕 同样被忽略过去 从人数来说呀 妖鬼们依旧占上风 但真实的实力 其实远远不及的 但这不过是表面而已 林轩田小剑一群人 同样心不齐 如果把乌县市 混战是免不了的 换句话说 现在局面那是非常复杂 不管是谁 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抢到宝物 妖鬼们停下了手 双方对峙起来 过了约小半战闸的功夫 那轻袍老者眉头一皱 突然提气大声地说话了 各位导友 宝物尚未现世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动手 大家先齐心协力 将宝物取出 到时候再决定归属 哼 你们这些阴私界的家伙 别想直染先加宝物 谁想的就自己退出 否则别怪我们 先将你们拿下 然后再将禁止破除 万交王却并不领情 与带威胁地开口 哼哼 拿下 倒有莫非是在说梦话吗 不错 你们那边是有五名离合 但老夫若是没有料错 恐怕也并不新奇吧 要么就是我咕噜刮文了 人类 妖族 还有骨魔 也可以算作一路 同心同德 青袍老者 脸线不屑之色 冷笑着说 何况修罗之门开启 来这里的离合机存在 也不止我们几个 真打起来 且不说究竟谁胜谁负 短时间内绝对不可能分出强弱生死来的 若再有人感到这里 诸位倒有觉得自己去把的几率 是更大呢 还是小了些 话音未落 别说林玄田小剑两名初期修仙者 别是古魔 望庭楼也脸色大便 就算来人的实力与他们相比远远不及 可人越多 这变数应该也就越大了 第1484章 一朝莫展之上古尽至 阴魂这番话虽然不怀好意 但所说的也是正礼 其余之人各怀鬼胎 一时之间也都全部沉默了起来 好 就以道有所言 一会将禁止破除 究竟谁能取到宝物 就各评神通好了 古魔眼珠子一转如此这般的说 万娇王浑身妖气奔波 但同样也没有说出这么反对的言语来 王庭楼同样轻轻地点点头 对于林轩与田小剑 两人对视一眼 以他们的实力 自然更加不会与众人畅反调的 何况这番言语 确然合情合理 既然达成了协议啊 众人不再耽搁 林轩伸手一拍 一道火红色的剑光 从楚代中飞掠出来 如今未见宝物 仅仅是将禁止破除 他自然不会全力以赴 其余之人也都差不多 虽然未出全力 但也并不耽搁 纷纷地出手开始 狂轰起眼前的禁止来 一时之间 轰隆之声不断 这耳欲聋的爆裂声不停传来 说起眼前这个阵法 倒也并不反复 但是一层五颜六色的光幕 将整个大殿给笼罩住 看上去就像一层普通的护罩似的 除了颜色绚丽一些 并没有丝毫起眼之处啊 可众人的攻击打上去 竟然看不出效果来 足足半个时辰过去了 那光照所散发出来的灵气 依旧没有分好减弱 这怎么可能 雷群脸色依旧冷酷 但心中有些动容了 他们这一群人 虽是临时组合 但云英中后期的存在 却有数十个 离合期老怪 更是多达七人之多 如此阵容 已不仅仅是华丽两个字 可以来形容了 甚至可以这样说 他们联手 横扫人间 绝没有丝毫夸大之处 虽然每个人都没有出权力 但那攻击依旧可不一击 足足半个时辰过去 按理说 无论如何 都应该有一点效果 而绝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就仿佛在做无用公私的 这道理林轩心中有数 其他人何尝又不清楚 毕竟能走到这一步 每一个人都经历了 无数风雨的 王廷牢率先停下手 接着是古魔 然后包括阴魂鬼物 所有人收回了自己的 法术与宝物 面面相去 每个人的脸色 尖难看一击 看来这阵法 很难用强力破除 在做的诸位道友之中 不知谁擅长阵法之术 王廷牢的声音传入耳朵 他虽是人界第一高手 但除了法术神通 其余的杂学 却是很少舍利 就拿阵法来说 虽非一窍不通 但也不过是 粗通皮毛而已 至少就眼前来说 根本没有半分用途 阵法 雷玄自然懂得一些 虽称不上宗师己 但此时此地 克力鸡群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闲暇之余 他一直都在钻研 天原阵书的 虽然这古书 留下来的典籍 实在是太过深奥了一些 但多少还是有些收获的 但略迟疑 雷神却并没有挺身而出 反正破不了尽致 又不是自己一个人着急 就算真在这里出了大力 老怪物们也不会将仙人之宝拱手相让 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妒忌猜疑 以林轩的诚服啊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傻事 他当然不会去做 闷声大发财 那才是最佳选择 而其余之人则面面相聚起来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放到人间 可不仅仅是一方霸主 而是多多巧整个天原十二周都要颤上一颤的人物 在其他大陆 情况也是一样的 离合高手在下位界面中已经是顶尖的了 可与望停楼的情况相同 他们神通不弱 偏偏杂学涉猎确实不多的 一来是没有时间 毕竟光是修炼打坐 就已经将绝大部分的精力给牵扯了 二来即使有 这些老怪物也不屑去做 一例降时会 以前他们寻宝或者冒险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遇见过尽致的 但以其强横实力 那还用得着去懂什么阵法之术啊 直接用蛮力就可以轻松破除 以前是百事不爽 哪晓得此时此刻却偏偏失去了效果呢 神通在这儿啊 很郁闷的甘灯员 最让他们郁闷的是 蒙攻了半个时辰 居然没有半点效果 否则哪怕是有一点点削弱 他们也不至于如此的愁眉不准了 大不了多花一些时间嘛 可是现在看来 这阵法似乎另有玄机在里头 蛮力不可能说完全没有效果 但至少离合机修士 很难用这种方法将其攻破 但就此离去 却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的 沉默 过了约一转茶的功夫 我 我会一些阵法之术 可 可否让切身看一下呢 那声音带着几分忐忑 里面的畏惧之意 也是极为明显的 雷转转过头 就看见了一张还算是秀丽的面孔 是被他们夹果而来的 五名园英妻修士之一 那位容颜秀丽的女子 看上去大约二十余岁年纪 园英中期 当然 真实的年龄肯定远远不止的 而此女容貌虽然还算是尚可 但皮肤确实由黑到极处 你 网亭楼一呆 蕾上露出了几分怀疑之色 是的 与几分前辈相比 切身的修为虽不值一提 但我曾是雷州司徒家的弟子 所以 此女作为雷英中期的修仙者 本来也是天之娇女一般的人物 但不怕不失货 就拔货比货 面对传说中的人界第一高手 却连话也说不清楚 雷州 司徒家 除了古魔与那些阴司界的鬼物 包括临身在内 几位人类的修仙者 列上激露出了狂喜之色 踏破体系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雷曼教王都咧开嘴 呵呵地大笑起来 原本他们 甲果来的几位 雷英姬修使 不过是当作炮灰来用的 没想到 却在此处 发挥出了那么大的作用 天州已毁于上古战火 十二州中 自然以 云州居首 高手最多 五大势力 全部位于此处 然而也不是说 云州在修仙百议中 每一项都无人可及 其余的州府 多少总是有 卧虎藏龙的人物 比如说雷州的阵法 在所有州府中 就是最好的 而在数万年前 司徒家更是雷州第一大派 所修炼的阵法尽致 都是强手一级 只不过后来 事已事宜啊 逐渐的没落下去了 第1485章 有求必应 齐齐夫妇 在修仙界原本 再正常不过 然而 雷州司徒家 却要格外倒霉一些的 受敌太多了 在其鼎盛之时 自然是看不出 多大的坏处 萧萧之辈 即便是暗地里 恨得咬牙切齿 但谁又敢来捋胡须呢 可当其衰弱 妖魔小丑 就全部一一地跳出来 强盗众人推 落井下石 在修仙界 是再正常不过的 曾叹咬风云的 雷州司徒家 竟然被灭族 而他们 玄妙的阵法造诣 也因此了无声息 从此 失传了下去 王廷楼 在典籍上 看见过这则 记载的时候 还曾经唏嘘不已 怪不得 如今的修仙界 没有办法 与上古相比 就是因为 有太多的东西 因为这样那样的缘由 泯灭在了 历史的长河里 你真的是 雷州司徒家的弟子 欣喜之余 望廷楼的表情 又沉默地下去 正音之中 也带着一点怀疑 千辈多虑 就算借窃身 一百个坦子 又哪敢欺瞒您 两万年 我们司徒家被灭族 但多少还是 有一些修士逃了出去 晚辈就是其中的 一脉传承下来 对于祖传的阵法 也有些许造诣 当然 能否将眼前的禁止破除 却并没有十足把握 女子理了理 额头前的青丝 说话小心翼翼 这我们自然系里有数 即便破不了 也不会怪罪你的 望廷楼和颜悦色 其余的老怪物 也领领领头 包括他们嘴上 虽然说 眼中却有 热切的光芒闪过 谁希望空手而归呢 你尽管动手破阵就是 林万娇王的表情 也和善已急 前辈们既然有吩咐 妾身自然会尽力的 不过 司徒方说到这里 脸上闪过了一丝迟疑 明显欲言又止 有什么话 你且说明 不用这样 吞吞吐吐 望廷楼眉头一皱 如此这般的开口 即便说错 我们也不会 降罪你的 不错不错 那两个阴魂也随身附和 他们虽然来自阴司 不知道雷周司徒家 是什么东西 但几名人类的 离合其老怪物如此重视 肯定是 别有内情在里头 古魔虽然没有开口 但显然 意见也是一致的 至于林轩雨天要尽 反应依旧是同样 此时此刻 闷声发打财 是最佳选择 既然前辈们如此说 那妾身就放肆了 如果晚辈能够 侥幸将眼前的 禁止破除 还请诸位 不要将我们当成炮灰来用 我五兄妹的性命 此女倒也是干脆的人物 或者说 如今根本就没有时间 虚伪移了 从这些个离合机存在 耍心机 纯粹是找死 还不如直接一见 她也算是讲义起来 如今身处危机 并不光顾自己 将四名 结议兄妹的性命 也囊括了进去 妩媚 那几名元英七修仙者 脸上无不露出了 感激之色 谁说修仙者 就一定自私自利啊 他们虽然只是结议 但彼此间的感情 却比亲兄弟还亲 如果只是这个要求 我可以答应你 方廷楼狠狠开口 声音不大 但语气之中 却带着一股 令人信服的味道 文教王的脸上 也闪过了一丝 热气之色 就像换了一个人 死的说话了 假如你能将禁制破除 本王甚至 还可以再给你们一些好处 拘去元英七修仙者 仙人之宝孤然 不用想了 但所赠予的东西 对你们往后的修炼 好处绝对也是很大的呀 这关键时候 其他人自然也不会有意义什么 拘宝才是第一要物 谁会吃把了撑的 去为难几位元英七修仙者呀 那些身就多谢几位前辈了 司徒方迎迎一扶 其余几名修士 也大松了口气 与这种等级的老贵物 待在一起 实在是压抑已及 这回性命总算是无余 妄想妩媚的眼神 越发感激 不过司徒方此刻 可没有时间与他们言语了 此女好歹也是元英七修仙者 活了七百余岁的人物 修为虽然不怎么样 但见识绝不可能肤浅 他心里有数 离合起老怪物们的和颜月色 那是因为他有可能将禁制破除 这关乎着他们能否去到宝物 所以才对自己如此大度 假如自己失败了 几名老怪物恼羞成怒 那时候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包括此举虽然危险了些 他却并没有认为自己做得有错 俗话说 富贵险中求 机遇一定要自己动手抓住 如果此时不逼迫对方做下承诺 那自己兄妹五个 迟早要被当作炮灰的 脑海中念头转过 司徒方连步轻移 缓缓地向着前面走去 刚才他虽然也参与了攻击 但不过是躲在远处 根本没有时间分析那禁制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五彩的光运流转不已 看上去惹眼已急 但除此以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雷神就在不远的地方 脸上丝毫一色也无 但其实已将神石放出来 此时人人都在看着这阵法 他的举止动作 自然丝毫也没有惹隐之处 金木石火土 居然将五星元气 全部囊括进去了 雷神在心中难难自语 以他如今的阵法造诣 也很难看出什么蹲尼 只是觉得这阵法玄妙一极 似乎是一种特别的复合阵法 比以前接触过的都要复杂得多 如果自己将整部天元阵书 全部参详透彻 也许还能将此阵破除 不过现在吗 雷神心中如此想着 目光已向旁边的女子扫过去 心中颇为好奇 在数万年前 雷周司徒家的阵法造诣 在人界确实无人可及 他究竟能施展出什么 让人心动的东西 此女目光在阵法上扫过 最后就低头沉吟起来 不论是人类修仙者 还是旁边的阴魂鬼物 全都是保持着沉默 甚至连灵压也收敛起来 怕对此女破阵 造成干扰和意外 突然此女抬起了头来 玉手在腰间一拍 只见灵光一闪 一件宝物出现在面前了 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圆盘 外表上没有什么初衷之处 材料也不特殊 似乎连法宝也不如 仅仅是一件灵气罢了 这是什么 钟老怪一呆 林玄的眼睛却亮了起来 两人相聚虽然有二十余丈 但以林玄的眼力 看得还是清清楚楚的 第1486章 天下绝阵 那圆盘粗一看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用神石扫过 却发现其正面与背面 截然不同 背面许多符文 林亭楼 万娇王等离合后期的存在 也看得是一脸的茫然之色 然而 林玄却能懂 倒不是说 雷玄比汪廷楼还要见识广播 他寄予再奇特 对方毕竟也是活了近两千年的存在了 论知识 雷玄比 亭楼 略有不及 但这些符文 却是只有 阵法师才会掌握的东西 雷玄眼中 一芒闪过 但心中 却如惊涛骇浪般的翻涌起来 莫非此女手中的东西 就是传说中的 刻进盘吗 这东西的大名林玄 早已如雷冠而来 听圆镇书中 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 而且是 充满了赞赏之色 隐隐的 还有些 羡慕与嫉妒 在上古之时 距今大约有一百万年前左右 修仙白衣中的阵法 曾繁荣一时 甚至超过了炼丹术与志气 那时候光是阵法一到 就分为多个流派 当真是百花其名 有矛盾 自然是有 由于阵法太过昌盛流行 修饰之中 也衍生出了 一种新的职业 破阵师 顾名思义啊 就是专门破除禁制 不止一个认法 通常来说 需要阵盘与阵棋 当然阵服是特殊的东西 而破阵师 也有自己的独有之物 其中最出名的 非刻进盘莫属类 用此物破阵 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算不是破阵师 往往也是梦寐以求死物 即使对阵法一窍不通 有了此宝物 也能够轻易地 将一些不太复杂的阵法破除 实在是居家旅行 出外寻宝的必备之物呀 可惜刻进盘的数量太少 倒不是说此物的材料 有什么特殊 或者练制起来 有怎样的难度 而是 即使在破阵师中 也只有极少部分 掌握了练制 刻进盘的技术 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 而这些破阵师 通常还被当时的 各大势力招揽 秘密地保护起来 原本有不少人 想用搜魂术 来获取配方的 结果谋划了半天 却显闻有成功者 后来时光流逝 沧海桑田 破阵盘的技术 更是失传了 看过天元阵书 雷轩早就知道 有这样的宝物 然而所换来的 也不过是唏嘘罢了 这回运气真是不错 雷轩目光在 司徒方背上扫过 已再谋划一会儿 怎样夺暴了 这东西 落在自己这样的 阵法师手里 其价值 可就难以用精识来估计了 而且 不管是廷楼 还是古魔 或者万交王 还有站在一旁的 阴魂鬼物 他们既然不清楚 那就绝不会与自己抢的 难度应该不大 但也要好生地谋划 心中如此响 雷轩的目光更为关注 当然表面上 却没有露出分毫的破绽来 他长得虽然 都是老金巨花的家伙 但此时此刻 没有人会关注 他的脸色 当时那女子 受到了监视更多了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尽是热切之色 巴不得 他能轻而易举地 将阵法破除 当然 这不过是奢望罢了 但见了 客进盘以后 雷轩对此女的信心 却凭空增添了许多 目光扫过 只见那客进盘的表面 却是分了许多 均匀的刻度 果然与顶级上描述的相同 雷轩越发地也熟 随后 只见此女双手虚握 一刀发觉 冲客进盘打出 仿佛微风吹过峡谷 那声音颇为奇特 最后 客进盘上 更是亮了起来 地溜溜的旋转 一道黄色的光柱 从表面射了出来 约有耳壁粗 近至受到攻击 一闪 将那光柱 完全地吸纳了进来 但烧醒之后 那五色光幕 却如云雾一般的翻涌 同样一道黄色光柱 从里面电射而出 打在进制盘上来 雷轩不动声色 其余之人的表情 则颇为惊讶了 刚才他们攻击了那么久 这进制确实坚韧无比 但除此以外 却没有别的兴致 更不要说反击 这是怎么回事 更令他们不解的 还在后头 那黄色光柱同样被 刻进盘完全吸收 最后那刻度的一部分 就开始亮起来 土手性阵法 诶 不对 土灵气只占了 阵法能量的五分之一 司徒方目光在 刻进盘上面扫过 表情越发地凝重起来 雷轩仪 又是一道法掘打了出去 雷轩 侧点了点头 凭着他的神识与见识 也能判断出 这剑制含有土元气 但绝对不可能 精确到这样的地步 而了解得越清楚 对破阵越有好处 俗话说 细节是可以决定成败的 过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呀 曾女如法刨指 用进制盘测量了数次 那神奇法器上面 所表示的刻度 已经完全被填满了 分别是青色 黄色 白色 红色 与黑色 金木水火土 五行啊 一样不缺 各占了五分之一左右 司徒方的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最后 又想起了什么 眼眸竟然亮起来 眼眼套着几分狂热 难道说 她的表情变化 依依落在旁人的眼里 众老怪物不经烦喜 以他们的征服 自然看出此女的表情 没有丝毫作假之处 她仿佛 竟似看出了一些什么东西来 有头绪就好 仿佛看见了破阵的希望 众人 虽喜行余色 但越发的安静起来 那四名原应期修仙者 更是紧张一击 五妹能否成功 关系着他们的前途 如果失败 他们肯定是会被迁怒的 大姐 你说五妹能行吗 乞丐自己同样是原应后期的大修仙者 但此时此刻 心脏却砰砰砰砰砰的乱跳着 放心 五妹是司徒家的第一系弟子 从小更是有极好的阵法天赋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不是见识过多次吗 有什么好怀疑的 那白发沧桑的老妇 如此这般的说 表面上信心十足 其实他的背上 同样被冷汗打失了 此人何尝不清楚啊 这蓬莱山的情景与以往不同 雷眼前的几名雷和气老怪物 也一筹莫然呢 即便是妩媚 也绝不敢说有十足把握 一半就已经很不错了 几人的对话 雷和气老怪物们也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此时此刻 谁还有心情去管他们呢 大家皆盯着那游黑女子的一举一动 除了刻进盘 他又取出了不少宝物 有的像是榔头 有的形状与雨伞差不多 这里的老怪物们 一个个经文广播 但此时此刻 却领路茫然之所 隔行如隔山 就是这个道理啊 林轩的反应却又不同了 眼底深处 不停有异彩闪过 破甲锤 问花散 这些东西的价值 当然无法与刻进盘相比 但那也绝对是 非同一般的宝物 乃是上古之石 破真师所特有的法器 也是早就失传的 林轩现在看那女子的表情 简直有点像是在看宝库 只见她将这些法器 用不同的方法寄出 然后一一试探宝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严肃 双眉紧锁 偏偏偷着 那么几分狂热 让这种离合器老怪物 也呐喊不已 不知道此女心中 究竟在想些什么东西 石光竹白居过细 不知不觉 一个时辰就这样 慢慢地流逝过去了 哎 司徒坊突然淡了口气 放下手中的东西 脸上也露出了几分颓废之意 但不知为何 又有些满足 迫有些潮温道 稀死可以的感觉 如何 道友可看出什么 蹲你来了 万交王粗毫的声音 传入耳朵 万交王活得岁月 虽久 却是众老怪物中 最心急的一个 嗯 晚辈确实看出了一些东西 也知道这阵法的来历 司徒坊累了以额前的青丝 脸上却没有太多的喜色 道友能将阵法认出 那太好了 你可有办法破除 望停楼的声音传入耳朵 淡定之中 也难以遮掩喜色 其余之人同样关注 只有林轩在心中 微微地叹了口气 论阵法造诣 他并不见得就逊色于死女 正确地说 应该是各有所长之处 只不过没有他手中的 那特别的破阵法气罢了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林轩站在远处 但也早看出了许多端倪信索 这女认出阵法的话没假 但想要破除 恐怕是痴人说梦 果然 司徒方低垂针手 脸上满是忐忑 对不起 晚辈无法将此阵破除 为什么 你不是看出的是什么阵法了吗 难道是哄我 弯掉王的脸上满是猙獰之色 希望以后再失望的落差是极大的 这女若说不出个合理的理由 她恐怕马上就会动手 前辈息怒 晚辈怎么敢系动您呢 不错 其身是认出了这个阵法 但根本就没有办法破除 因为这在上古之时 被称作为天下绝阵 今老妖物发怒 司徒方被吓坏了 对方可是用一根手指头 就能让自己灰飞湮灭的人物 但哪敢怠慢呢 连忙小声地解释起来 哦 天下绝阵 老夫倒是第一次听说过 你且说说 与温娇王相比 望庭楼的修养功夫 明显要更上一筹 空子发痕有什么用处 难道说将此女抽魂脸破 就可以将此阵破除了吗 而林轩的脸色则一下子白了 与别人不同 这天下绝阵 他在阵书中看过 这一回想要取宝 恐怕是真的不容易啊 第1487章 阵法灵力之源 少在这里忽言乐语 天下绝阵究竟是什么东西 温娇王不善的声音传入耳朵 这老怪物如今是 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包托 你若是妖言惑众 想要谎言欺骗我等 后果如何 自己应该心中有数的 铁骤王也缓缓地开口了 浑身上下阴气喷勃 本王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雷真不懂声色 但他却注意到了 正在一旁的骨魔 在听见天下绝阵几个字的时候 眼中洒然闪过 丽丝诡异之色 虽然仅是一瞬间而已 但丽丁却已暗自流心上去 对方可是上界魔祖 虽然分魂的实力 仅为离合 但见识于所懂的秘书 却远非自己这些人可比的 难道说 那司徒方忐忑不安的声音 也唯唯地传入耳朵 各位前辈息怒 且真哪敢戏弄耳等呢 这天下绝阵 即使在上古断尽大阵之中 也是可以排尽前五 晚辈虽然认出 但确实没有能力破除 话音未落 众老怪物心都凉了 他们就算是没有学过阵法禁制 但对于一些个普通的术语 又岂会没有听说 断尽大阵 是对上古流传下来的 最厉害的阵法的称呼 排名前五 那绝不是他们可以破除的 别说区区离合其修仙者了 就算是动玄机老怪物 甚至眼前这位魔祖的 真身降临此处 能否将眼前禁止破除 依旧是未知之术啊 一时间 场面安静了下来 众老怪物的脸色 一个比一个难看 但就这样离去 有心有不甘 能够来到此处 他们可是经历了 不知道多少艰难险阻 难道真的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或者是此女将眼前的阵法认错 甚至有人一厢情愿地 如此想着 四头姑娘 天下决阵究竟是什么 你还没有说清楚呢 梁九 望庭楼的声音传入耳朵 刚才他已经在心中 请教过耐龙 可对方对阵法 同样一窍不通 天下决阵 其实从原理 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只不过实际操作 却复杂一极 司徒方说到这里 眼中隐隐闪过了一丝痴迷 没想到 在这蓬莱山中 居然可以见到这传说中的东西 诸位前辈虽然没有学过阵法之术 但想必也晓得 想要将禁制启动 是需要灵力作为能量的 这我们当然清楚 望庭楼点点头 脸上满是认真之所 为禁制提供灵力的方式 一般来说有两种 第一种是修仙者 通常是制作布阵器具的阵法师 将本身的法力注入阵盘阵齐 这些布阵器具 每一样里面都会有储存法力的东西 阵服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般来说 采用这种能量方式的阵法禁制 虽然方便 但威力都颇为有限 至于第二种 大家也都见过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门派家族的后派大阵了 威力极强 需要将晶石填充在固定的凹槽里 提供能量 丫头 你啰里啰嗦地讲这些干什么 本尊是想要将禁制破除 又不是来向你拜师学习阵法知识 晚交王粗豪的声音传入耳朵 这老怪物是所有人中奈凡心最差的一个 司徒方的脸色一下子煞白起来 道友 极有什么用处 你怎么知道司徒姑娘所说的尽是废话呢 林军眉头一挑 颇为不满地说 真不明白这老怪物是怎么修到离合后期的 北洋跋扈 难道他就不明白 太刚一折的道理吗 你 万交王勃然大怒 但望停楼一个眼神 又让这个老家伙 咽气息鼓 昔日一战 可是让老蛟龙印象深刻 表面上不愿示弱 但内心深处 却是趴到骨子里 司徒姑娘 你继续说 是 此女迎迎一扶 脸上露出了感激之色 随后又转过针手 英纯威起地对着万交王开口 前辈请息怒 晚辈不是啰嗦 这些东西都是与天下决阵有关的 晚辈修为浅薄 但各位前辈听了 也许能从中找到破解之策 你说 万交王忍下了怒火 现身刚才说过 为禁制提供灵力的方式有两种 然而天下决阵不同 既不需要往阵集中注入法力 也不用惊识什么 而是将阵法融于自人之中 融于自人之中 那是什么 亭楼的脸上满是诧异之色 这番话连他也听得是迷迷糊糊 就是与自人融为一体 有点类似于前辈们调动天地元气 当然 不同规模的天下决阵 能够调动的天地元气范围 大不相同 比如说 眼前这个 大约能够将方圆百里的天地元气 全部为己所用 斯多芳严谨于此 在场的人 也都心里有数 脸色难看起来 雷娟更是暗暗叹息 果然与天元阵书中介绍的是相同的 天下决阵 其实是对以天下元气为能量元的阵法的总称 种类极为的繁多 而眼前这个纯粹是防御性质的 否则以天地元气化为攻击 即便是他们应付起来 也会吃力无比 也并不是天下决阵就难以对付 关键是看它具有怎样的规模 如果仅仅是与一两亩的环境融为一体 威力甚至还不及普通的进制 可眼前这个 氛围却是囊括了百里 而且蓬莱山灵脉处处 天地元气极为丰富 除非他们攻击叠加的威力 能够胜过这方圆百里天地元气的总和 否则根本就是不可能攻破的 因为禁制灵力消耗以后 随时都可以从周围的环境中得到补充 生生不息 永远不会有枯竭之恶 毕竟表面上 它只是与方圆百里的环境融为一体 但整个蓬莱山的天地元气 却是不停地循环流动的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将禁制破除吗 众老怪物的脸上满是懊恼之色 然而就在此时 那古墨却出人意料地开口 也未必是不接之急 如果仅仅与方圆百里的环境融为一体 本尊倒是有一个主意 什么 倒有能将此证破除 其余之人的脸上揭露出了又惊又喜之色 但却并没有人怀疑 那魔祖的真身天智道修为 已经到了怎么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境地呢 第1488章 坐简自负的镇法师 前辈能将天下决阵破除 林司徒方的脸上也满是惊喜之色 这就跟好久之人 遇见佳酿的道理是一样的 何况 禁制破除 也意味着他们五兄妹得小命从此保住 其余的老怪物又是惊又是喜 不过目光中依旧保持着警惕 自从达到山顶 古魔的举止就有些怪异 显得太过大公无私了些 俗话说 无视谢殷勤 非金几道 天知道的暗地里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能够站在这里的人 哪一个不是多力风雨 他们可不认为古魔会是那么的善良 不错 本尊确实可以将禁制破除 这不过 老怪物眼中闪过了一丝诡异之色 沉沿着开口了 倒又有什么要求尽管题 不过仙家之宝绝对不可能让给你 铁州王的声音传入耳朵 其余之人也连连点头 他们可以给古魔一些好处 但将宝物拱手相让 却是想也别想的 各位道友何必心急 就算你们肯让 本族也是不敢相信的 破除禁止并不难 只不过是要借这些 话一未落 他的肩头突然一抖 整个空间仿佛狠狠地扭曲了一下 最后古魔本体未动 几个幻影却出现在了视线中 这 雷圈瞳孔微缩 脸上立刻露出了戒备之色 其余之人的表情也差不多 但他们这番小心是多余的 古魔根本不是针对几名离合机修仙者 那五道幻影一晃 就分别来到了五位 原影机修饰的身前 动作整齐划一 魔影们各伸出手指 向着对方的眉心点去 变气仓储 几名原影机修仙者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清晖起来 十二厘的差距摆在那 要是被偷袭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将宝物寄起 躲避更是来不及 但蝼蚁尚且偷生 他们又岂肯作意待毙 只见那乞丐猛然伸手在后脑一拍 一口精血就喷了出来 喷的爆开 血雾迎风一闪 化为了一张血红色的猙獰鬼脸 张开大口 狠狠地咬向了魔影的手臂 这乞丐虽然衣衫蓝履 但好歹也是原影后期啊 寒怒一击 声势自然非同小可 那鬼脸一看 就是某种玄妙一级的秘术 然而没有丝毫的效果 一口咬下去 魔影不闪不闭 他的攻击却硬是落空 乞丐满脸震撼之色 雷群却看得清清楚楚 但那瞬间 空间仿佛恶狠狠地扭曲了一下 看似咬中 其实却是平行落空 这老魔果然擅长空间神通 鬼脸没有效果 乞丐的眉心 已经被魔影一直顶中 只觉一股凉气 从脑门窜入了整个身体 最后所有的灵力 全部被封印起 不 不只是灵力 连行动都被束缚 此时此刻 他连动一根手指头 都做不到了 又是畏惧 又是愤怒 其余死人的遭遇 也都差不多 缘因其修仙者 在外面是一方霸主 但在此处 却如同小孩般 任由摆布 亲辈 你这是何意 你刚才明明答应了 不让我们做炮灰的 司徒方又惊又怒 声音尖锐无比的开口 本尊却是答应过 老摩倒背双手 一脸的悠闲之色 那你为何 哼 姑娘莫非是 出入修仙界的彩鸟吗 连这种承诺 也信以为真了 我答应是答应了 但如今 就是不舍承诺 你又能奈我如何 这番话可谓是 蛮横到了极处 然而几名 原音修士 却瞠目结舌 结果 丝毫也不知反驳 弱弱强识 从林法则 修仙界本来就是 由实力说话 对低阶修士 违约的事情 在场的 谁敢说自己 没有做过 即便如此 可晚辈几个 并没有得此千倍的 您为何 事到如今 司徒方也无话可说 满脸的苦笑之色 只能与代哀求的开口的 你确实没有得罪我 本尊也不是想要滥杀无辜 要怪 就只能怪道友 坐锦自负 谁让你强出头 认出这是天下绝阵来呢 而本尊乃是圣界魔祖 机缘巧合 曾经听说了一个方法 可以将此阵破除 我们这有七名雷克七修仙者 人手是足够的 然而还需要几位道友的 肉真与魂魄 作为学迹之物 才可以将此阵破除啊 古墨脸上展过了一丝 残忍之色冷笑着开口 道友 你说将这几名雷鹰 修饰血迹以后 确实可以将天下绝阵破除 铁舟王眼中泪芒闪过 也兴奋地开口 啊 包括光他们几个 是不够的 老摩转过头 目光看向那些 云英七的阴魂鬼物 但再加上道友这些手下 就一点问题也无 就看你舍不舍得 此话一出 那些阴魂鬼物 勃然变色 不管是狮王 还是那身高树丈的 骷髅鬼物 别看 其长相奇特 其灵智一点也不比 人类修饰逊色 骚动自然是免不了的 然而铁舟王却视若无独 与仙人乙宝相比 区区几名 袁英姬手下的命 简直不算什么 都有肯定吗 我做 天下决阵的范围太大了 我不敢说 如果仅仅是方圆百里 借他们的血肉魂魄 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将其破除 古墨胸有成竹地说 既然如此 我这些手下的小面 倒有随意取用 铁舟王冷漠无情地开口 右手抬起 只见一道黑芒闪过 那剩余的十几头鱼鹰漆的鬼物 也全部动弹不得 这些家伙可不是心甘情愿地 被他当作奴隶驱使 而是早就被种下了 十分可怕的禁制 倒有果然是有魄力的人物呀 古墨里正露出了满意之色 而听清楚事情的原委曲折 不管是望庭楼 还是连轩 这小剑也都保持沉默 与仙人乙宝相比 食言而肥 根本就不值一提 更可怜的是司徒方 脸白如指 连郊躯都不受控制地 颤抖起来 满面地击除 那古墨所言没错 这一切归根结底 可以说都是他咎由自取 如果自己不将阵法认出 也不会当作血迹之物了 做紧自服到了这个地步 还有人能比他更冤的吗 求饶没有用途 修行者的子司 他们心里有数 为了宝物 对方的心狠的 跟铁石差不多 第1489章 平分宝物 你们这些老怪物 如此不守承诺 早晚不得好死 我就算是化为厉鬼 也绝不会将你们放过 咱女面目猙獰 开口了 声音更是七处到极处 呵呵呵 倒有莫非神经错乱了 化作过意 你恐怕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一会儿被当成学迹之物 抽魂脸破 根本没有机会再入轮回的 轻爬老者心疯道骨 所说出来的话 却让人心寒到极处 而且倒有难道忘了 我宇宙王兄 本就是阴死鬼物 你就算是化作鬼 又能耐我们何呢 其实那乞丐气的 一口鲜血喷出 对方居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好了 懒得与他们啰嗦 早点将尽致破除 我可不想再增添什么新的变数 古魔难听的声音传入我耳朵 然后怪爪一扶 几道黑芒飞雷而出 分别射向几名离合西修仙者 当然这不是攻击 这只不过是魔祖的一缕分魂而已 在此大也绝不敢以一敌六的 雷旋右手伸出 那黑光就仿佛被什么强大的力量束缚 略盘旋落在了他的掌心里 是一个玉童箭 漆黑如墨 古魔的声音传入耳朵 本罪已经将怎么破除尽致的方法刻印在里面 以为道友快些计数 然后随我一起动手 切记不可以除丝毫披露 将玉筒拿在手里 做没做手脚自然是一望便知 林轩放心大胆地注入神石 一个个倒大的黑字映入眼泪里 转眼一盏茶的功夫过去 林轩抬起头颅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这里面的东西并不繁复 以他的圣法知识领悟起来 并没有任何难度 其实早就懂了 不过林轩却故意地等了一会儿 与其他修饰一起抬起头 这样才不引人瞩目 这种时候多一份低调 就多一份后手 这味道友可懂了 古猫声音沙哑地开口 啊 众人齐齐点头 好 那本尊就动手 大家照着玉筒中所述的配合 还是那句话 千万不要出差错 但又何必再三叮嘱 又不是只有你想去拿宝物 铁州王不以为然地说 真将自己这些人当白痴了呀 而那些原因其存在 不论是惹麻烂的修仙者 还是阴魂鬼物 脸上都是 无不露出了恐惧已极的神色 被当成血迹之物 正如青袍老者所说 连从入轮回的机会也无 对修士来说 这无疑是最令人畏惧地陨落 然而此时此刻 命早就不掌握在他们手中 咒骂声四起 反正如今也撕破脸皮 既然打不过 那就只要用这种方式 来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 魔祖视若无睹 在这眼中 这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挣扎 黑黑的笑声传入耳朵 里面隐隐带着几分兴奋之色 右手抬起 魔光以凭空腾生而出 然而就在此刻呀 一个清朗的声音传入耳朵 等一等 道有真是何意 见林轩阻止自己 骨膜脸上的表情不差一极 田小剑则满是差异 他与林轩乃是老相识 彼此的性格心中有数 绝对是无力不早起的任务 这种时候 应该是闷声发大财来着 出头没有好处 他这是为了什么 不错 道友莫非不想要宝物 或者 侧引心大动 想要与我们为敌吗 就算缺了你 我们六人费力一些 同样能将那禁止破除 我奉劝道有 可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出话的是铁州王 那阴魂鬼物 眼看禁止有希望破除 却横生枝解 让他心中不爽一击 加上不知林轩的身前底细 见他只是离合初期 顿时威胁之意 显露无疑 大不了将他除去吗 雷轩却不生气 雷上反而堆满笑意 这位道友误会了林某之意 我是想说 现在就将此女抽回恋破 如果一会儿 再碰上什么禁止阻隔可就 这话倒也没错 几人的表情顿时和善起来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哈哈 道友确实心细 不过你的担心是多余 我有骨膜 却满脸的不以为然之色 为何 雷轩眉头一条地开口了 这里既然布下了如此厉害的性质 据本尊推测 里面就不应该有什么阵法了 再说 就算真有 如今已撕破脸皮 莫非道友 以为此女还会甘心为我们迫近开路 不得不说 这番分析很有道理 包括 雷轩与司徒方无亲无故 本来也没有打算 救其性命来的 他这么说 是醉翁之一波再久 真正的目的在后头 道友言之有理 倒是林某考虑欠缺了些 包括 反正要将几人当成了血迹之物 是不是先将其除戴平分了 浪费是很可耻的 雷轩如此这般的说 听了雷轩的言语 除了田小剑以外 其他的老家伙 包括望亭楼 脸上无不露出了鼻之色 道理是离合初期的小家伙 够寒酸的 这种时刻居然还惦记着 云英修士的除戴来着 你想要的话 拿去就好 本尊可无意 与你平分这些废物 对于魔祖来说 做了仙人的遗留下来的宝物 这人界之中 他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看得上的 万交王 榜丁楼 还有两名阴死鬼物 反应也都是差不多 此人虽不及魔祖 但也是离合后期存在 这位道友既然如此想 那我和大哥就不客气了 田小剑的声音传入耳朵 让林寻眉头微皱 这狡猾的家伙 果然想分得一杯羹来着 可恶 虽心中不爽一击 但表面上 雷神却露出了满脸的笑意 怎么 这些原因修士之物 兄弟也想要吗 那是 我们都才是离合初期 身家如何与诸位同道相比 他们看不上的东西 这小弟那可是宝贵一击啊 那是 雷神也皮笑肉不笑地开口 两人正在虚仪尾仪 铁着王不满的声音 已经传入耳朵 你们两个究竟有没有闻 几名元英妻修士的宝物 还讨论什么 主带一人拿上一个 那不就行了 道友所音不错 这番话郑重下怀 雷神眼中喜索一指而过 当然是打折 随棍上来 第1490章 聂龙 秀炮一服 一道光霞闪过 就向那司徒方狠狠抓去了 就算引起一点怀疑 也没有关系 这时候看的 就是谁能够下手快些 雷炫的动作自然是极为迅速 那光霞一卷 就将对方的储物袋 取在了手里 雷炫看着清清楚楚啊 不远处 铁小剑额头上的青筋 狠狠地跳了一下 脸色难看得要死 这家伙虽然不懂什么阵法尽致 但眼光却是一等一 聪明狡猾 更是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他同样看出 司徒方拿出了几件法宝 非同小可 价值恐怕是很难拿精实估计 人们想要收入囊中的 哪知道这位雷炫 抢先了一步 这个亏吃的 真是心中极不舒服 偏偏雷炫上呢 却还露出了极为 讨厌的笑容 兄弟啊 我知道你手里不宽宇 所以我就取这三名 云英中西修士的宝物 另外两名大修士的收藏 就留给你了 表面上听 这番话合情合理 分毫也不像自己占了大便宜 反倒是为了对方考虑 铁小剑哭笑不得 脸色变得与猪肝差不多 若不是周围有那么多 虎视眈眈的老怪物 对上林轩 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简直恨不得祭出 幽冥碎心剑 与其拼了 然而现在 却只能是深深呼吸 将满腔的怨毒 给硬压下去 以天小剑的心机 又岂会不懂得 小不忍择乱大魔的道理 人得一时之气 这个场子自己 总有一天会找回来的 多谢大哥好意 那小弟就不客气了 嘴上如此说着 他要尖手一抖 一道黑气纷涌而出 化为一只乌黑大手 将乞丐与老夫的厨带 抓在了手中 然而 他如今已经紧接离合 这样的宝物 又岂会真有 多大的用处啊 看也不看 就挂在腰间里 雷顺嘴角微微上翘 手一招 另外两个储物袋 也取了过来 整个过程很快 不过几细的功夫 但那几名老怪物 明显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两位有没有闻 区区几名 原应期修饰的储物袋 就让你们如此贪婪 没见过这样穷的 离合机修仙者 一会儿除了 仙人的宝物 其余的东西 你们尽管去拿好了 本尊不会与你们争的 古墨不耐烦地说道 万交王爷随声附和 两名阴魂的态度 同样差不多 没有望丁楼眉头一条 脸上露出了 若有所思之色 这意外的小插曲 反而让几名老怪物 对林轩和田小进 放松了警惕 林轩观察到这一幕 心中的高兴 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表面上 依旧不动声色 这算是意外收获了 多谢几位道友 我们好了 这就将禁止破除 听林轩这样说 古墨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突然张开血喷大口 一道耳壁粗的魔光 喷涂而出 那魔光离口以后 立刻爆开 一团团浓密的黑雾 出现在眼前 最后迎风扩散 将五名动弹不得的 援影机修士 与那十几头鬼怪 一起包裹了起来 这些家伙的脸上啊 无不露出了 惊恐一极的神色 这骂声越来越恶毒 可惜没有用处 当他们被黑雾包裹 那骂声也就被惨叫 给取代了 碰碰碰的爆裂声 传入耳朵 古墨双手挥舞 口中也有艰难 深色的咒语声传出 一个个抖大的法印 在身前闪烁 最后全部一一地 融入进了黑幕之中 几位导游 还等什么 快一起动手 打打对方的指令以后 雷娟也不耽搁 吸了口气 身体浑浑地 腾伤而起 这里虽然有 尽空尽致 但全力施展 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不过 想飞行迅速 不过是吃人说梦罢了 无数青色的光点 出现在了 林轩的面前 这些风是 风数性的天地元气 林轩虽然可以操纵 五行之力 但这种时候 他自然是不会暴露的 其余几名老怪物也差不多 加上骨膜 欺人隐隐 排列成了 北斗七星的形状来 急 林轩一指向前点去 青色元气 猛然汇聚 全部集中于 他的手中 然后猛然勃发 凝成了一道 杖许粗的光柱 死坏时急 狠狠地朝着 下方电射而去 与此同时 从其他方向射来 同样的光柱 赤成黄绿青蓝子 除了五行元气 还有纯净的阴力 与魔气 其道光柱 装击在一起 却无声无息 反而开始融合 一个古怪的法阵 渐渐形成了 正好位于大殿的上空 也就是天下绝阵的 阵眼处 这里的防御是最强的 但正好也是此阵的弱点 只要将其攻破 此禁制 就会烟消于散脸 七道光柱 变化出来的阵法 说穿了就是一个圆盘 表面光运流转 几头怪兽在上面 若隐若现 雷轩也算是见识广博 却一头也认不出 其猙獰凶恶 不下桃物 是有八九是魔界之物 当然 雷轩现在也懒得管这些的 就算认识 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 传入我耳朵 只见古魔的脸上 竟隐隐流露出了几分痛苦 一口紫红色的魔毯 喷吐进了那黑屋里 七月里的声音传入耳朵 黑色的魔物开始翻涌 颜色渐渐地转为血红 那几名园英妻 修饰于鬼物 全部都是血迹成功 仿佛山风吹过 但更像是万鬼其枯 最后那些血红色的魔物 全部都融入进了 圆盘里面 那几头怪兽的嘘眼 开始变得狂暴起来 古魔的咒语声 不停地传入耳朵 噗 随着此魔一声 晴天霹雳般的大吼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怪兽的心儿 一起包开 最后一只巨大无比的魔爪 出现在了面前 长足有百张鱼 猙獰无比 在看见那爪子的一刻 林轩竟然有一种 毛骨悚然的感觉 就仿佛被老虎盯上的猎物 相信此刻的感受 不会比他被蛇柴上的青蛙 好许多 明明只是一只爪子而已 却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像是 面对高阶存在的蝼蚁 这东西 绝对是大有来历 聂龙 就在这时 一声叫呼传入耳朵 大人听得见的 只有林轩一个 天机府里 月儿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之物 一些零散的记忆 似乎回到了脑海中 聂龙 这是魔界大统领的宠物 聂龙 感谢观看